它出來外交理論 絲絲脆脆 然後還不膩 吃起來特別的香 大家好我是海浪哥 今天我們來到了極美 這裡有一家新開的脆皮五花肉 那我到現在還沒有吃過 我們現在來品嘗一下 我們每天早上七點鐘 青就是跳醒最亮的五花肉 那你像你這樣子 一條下來有多重啊 一條下來一斤三四兩 烤出來大概就是七兩 七八兩差不多的意思 這個損耗也很大 這個損耗就好大 這個損耗就輕了嘛 那你這樣子一天要用多少肉啊 正常的情況就是一天一百五差不多 禮拜六啊禮拜天啊 兩百差不多吧 是怎麼賣的 是蒜條還是蒜筋啊 弄條的弄條的 半條就是25 一條就是45 你這上面是什麼東西啊 有五生飯 生葉飯 蒜頭飯 等等好多種的裡面 就獨家蜜飯的吼 塗抹精銀 就沿著一個小時 再掛起來 封肝 封肝要封肝 八個小時 第二天才可以烤 為什麼要放那麼久啊 它封肝啊 八個小時到皮乾了才能烤 皮不乾就不能烤 皮的容易烤脆 就脆不了皮 你這個放進去要烤多久啊 大概時間是四十分鐘左右 最後的五分鐘 就最關鍵的時間 就爆皮啊 最後的五分鐘就出來 就最好的效果了 那烤出來效果怎麼樣啊 烤出來外膠里潤 絲絲脆脆 油而不膩 吃起來特別的香 那你是哪裡人啊 我是廣東的 對呀 聽你講話好像廣東口味很重 你是廣東哪裡的 我們廣東廣州的 之前專門在廣州那邊 是做廣東兜辣 前年過來下門啊 專門做脆皮活肉 再下門做了一年了 那這個應該生意還好吧 但是還不錯不錯 現在兩家店 第一家店開了一年多啊 特別做比較好 做學生多 特別好賣這裡 準備開一多幾家啊 這個就是他烤好的五瓜肉 那他一條是45塊 半條是25塊 而且還送了一瓶飲料 我們來這邊排了很長的 對才買到 他這邊的生意真的非常的好 現在我們來嘗一下 看味道怎麼樣 嗯 那這個吃起來 表皮真的非常的脆 而且你知道這個是屬於什麼 屬於外出理論 而且你吃起來 真的一兩都不油膩 吃出脆脆的 但是聞起來 真的是非常的香 那他這邊是兩種味道 一種是有辣的 一種是埋辣的 他這個脆皮五瓜肉 不但可以當零食吃 而且很下皮酒 那他這邊你還可以挑戰哦 比如說你一根的話 一整根不吃的 三分鐘吃完的話 是貶貴的 你敢不敢來挑戰呢 當你有買食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一起分享 那麼今天視頻就拍到這裡了 今天關注海盪哥好 拜拜 脆